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耶 爷是什么耶 你感觉到 今天是爷啊 我要回你一下 你吓死我 那我还说就对你星期三吗 今天是星期四 今天很重要 今天很重要啊 因为星期四就是我们校长要来访的时间 今天访问的事已经提醒大家好多天了 对 所以呢要赶快请怀生国小的大朋友小朋友爸爸妈妈老师 校友 校友都可以待会打电话进来跟校长聊聊天哦 耶 现在最后再提醒一下就是你们可以到我们的官网 有线上随选重听 或到我们的YouTube上面的酒吧新闻台的频道 都有我们强强姑娘精彩单元哦 有 现在是有型 有 没有啦 好 星期四 在我们访问校长之前先来听听今天要选什么 为什么彩虹有七个颜色 为什么小狗汪汪叫 小猪咕咕叫呢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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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紧张 全部的答案都在抢抢棍百科结束 九哥点解 我是一只猩猩 大家都叫我长毛 我每天都喜欢抬头看天上的猩猩 九哥点解 最近都听到你们电台在播中秋节的系列广告 我听到里头有一个在讲太空人叫柯林斯的那一段 我就觉得很好奇啊 他真的没有跟着阿姆斯壮一起到月球上去吗 他为什么不去啊 那么难得的机会耶 又要请九哥点解帮忙解答一下了 柯林斯真的没一起到月球上去吗 请九哥点解告诉我 我是Michael 柯林斯 当年达成阿波罗十一号 竟是人类第一次登陆月球任务的三个太空人之一 也是唯一没有踏上月球的那个人 那一次 阿姆斯壮留下他的经典名言 这是我的名小步 这是人类的一大步 爱人类的小名 变成巴斯光源的名字 非要宇宙 浩瀚无疑 只有我 被大家忘记了 但是没有关系 因为我成功地将我的铜板带回到地球 我是柯林斯 这是我和月亮的故事 酒吧新闻台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在1969年有三位美国的太空人 他们搭着阿波罗十一号的太空船 历史了八天十三个小时又十八分三十五秒 完成了整个人类第一次踏上月球的历史性任务 然后安全地回到地球 这三个太空人分别就是阿姆斯壮 艾德林和柯林斯三个人 没错 这个阿姆斯壮就是大家所熟知的人 他是船长 也是第一个踏上月球表面的人类 他说过那一句很有名 这是人类的一小步 这是一个人的一小步 却是人类的一大步 这句话成为了经典名言 现在每当大家想到登陆月球的时候 第一个想到就是阿姆斯壮了 另外一个就是艾德林 他是负责驾驶这个登月小艇的老银号 也是跟着阿姆斯壮踏上月球的第二个太空人 对了 我们现在看到那个登陆月球照片上的太空人 就是艾德林 大家常误认为 就是因为阿姆斯壮上去 大家认为说都是他 事实上不是 对 因为我们那个 因为要有人照相 对不对 所以当时是阿姆斯壮踏着照相机 所以他就拍到艾德林 他是拍艾德林 走下梯子 然后踏到月球表面 然后他拿美国国旗 我小时候就一直以为是阿姆斯壮 对 阿姆斯壮 如果在现在的话 一定真的爱自拍的 因为他是摄影师 对啊 他其实就可以 现在就可以自拍了 以前没有办法 许多小朋友喜欢这个玩具总动员卡通里面的巴斯光年 是 他的名字就是跟这个艾德林爷爷的小名 Buds 巴斯 嗯 所以 很特别的是什么 你知道吗 后来这个巴... 那个艾德林爷爷 他真的就把他这个小名 改成他真正的名字 所以后来他不是叫做艾德林 他就叫Buds 他就是巴斯 他本来的名字是艾德温 他的Edwin 后来他就改成叫Buds 所以他的... 巴斯艾德林 艾德林 对对对 至于第三个太空人就是刚刚长毛猩猩问的了 这柯林斯 这柯林斯的声音好熟哦 刚刚在... 刚刚长毛猩猩讲不是有一段话 柯林斯讲的那话 他的声音好熟 好像好像认识柯林斯爷爷 我也很像 柯林斯爷爷 他到底有没有去呢 重点是长毛猩猩问说 他到底有没有去吗 他是有去啊 可是跟其他两个伙伴比起来 他真的就被大家遗忘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柯林斯爷爷 他是负责开车的 就是驾驶 太空船了 他把车子开去了 他却没有下车 就很可怜 月球就在眼前 就在我眼前 我却没有办法下去 踏在那个月球上面 不过他真的是很尽忠职守了 虽然是两个人 他搭到登陆小艇 要去月球上 可是他就一个人 孤孤单单的飘在空中 黑妈妈的 可是他就很守他的任务 因为他要担心说 这两个圈子回不回得来呀 对啊 又没有人去过 又没有人去过 这个故事的结局 就像我们所熟悉的 人类就成功地登陆了月球 而且回到了地球 不像说有一些就爆炸了 好可怕 所以他们就成功地回到了地球 相较于两位伙伴 柯林斯爷爷 就被大家记得比较少了 因为他是开太空船的 但是趁着中秋节呢 借着我们的形象广告 以及今天的百科全书 我们就要提醒大家 不要忘了这位耐心等着同伴 并且平安将他们带回地球的柯林斯爷爷了 说到登陆月球 好 在今天神话传说里面呢 嫦娥又更早到月球上面去 好 嫦娥是中国里面 第一个登陆月球的才对 请问 它不是登陆 它是飞 它直接飞去 它飞去月球 然后呢 今天我们的今天 我最总就要问 关于嫦娥的问题 请问 嫦娥到月亮以后 它是住在什么地方呢 一 指南宫 二 广寒宫 三 白金汉宫 四 克里姆林宫 知道答案的小朋友 等一下可以答我们 扣音专线 83693398 来回答这个问题 希望你是淮胜国小的同学 淮胜国小的同学 答对了可以获得 唱唱棍精美礼物一份 好啦 我们赶快就来一直说 怀胜国小 先来赶快去怀胜国小吧 校园特工队 报数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K 你 你 你是谁 我 我是老师 你又是谁 我是校长 怎么校长老师都来了 哼哼哼 情侯朗朗 寄予淌淡 留公君旁 出身相良 共寻英雄 我尽量 装造历史战辉煌 怀抱里笑 生命昂扬 乖乖乐乐 健健康康 世上情深 恩责长 红窗又一三分房 怀声 怀声 鞭铁成钢 怀声 怀声 搬破厨房 我们在学习中成长 听到这边 大家应该可以猜出 这是什么学校的校歌了吗 我们在场还有听到校长的歌声 乐乐 健健康康 世上情深 恩责长 冬窗又一三分房 好优美的一首歌啊 我们刚才也讲了很久了 其实今天我们已经知道 我们校园特工队要去哪里了 那就是台北市中山区的怀声国小 让我们欢迎我们的彭慧怡校长 校长好 欢迎校长 酒歌 点解 以及在场所有的听众朋友们 大家好 想来跟校长来到天的 怀声国小的校友家长 请你打电话进来啦 我们的空音专线是 八三六九 三三九八 刚刚这首歌我们先来提一下好了 这个声音非常的熟悉 对不对 他就是我们的周志平 一个很有名的流行歌的创作者 也是歌手 他是我们的校友吗 他不是我们的校友 不过呢 因为我们怀声国小 前生是空军子弟小学 那据我所知周老师 他本身跟空军 其实是非常的有关联的 所以我们这首歌是请到周志平周老师 亲自为我们演唱 对 上面写就是怀声国小的校歌 也是他作曲 也是周志平周老师作曲是真的 真的 你以为是骗人的 没有啦 刚开始看会想说是这个周志平老师 还是说是同名同性 可是刚刚我一听唱歌的声音 就知道是周老师的声音 真的是周老师 那作词的是我们学校的老师 同时也是我们学校的校友 庞芬林庞老师 所以你看啦 光芬这个校歌就带出我们今天 这个怀声国小的校史 他其实本来是在杭州创立的 然后是民国二十三年 然后后来是因为战 我们现在刚好在庆祝 那个对日抗战胜利 所以这个我们怀声国小 也是根据他那时候来台湾 然后庆祝那时候的空军英雄 陈怀声将军 然后才是这个学校 所以校长这样听起来 这个学校历史还蛮悠久的 对 非常地悠久 而且非常地具有历史的意义 太棒了 我们有点想知道 就是说这个中山 下面写位在中山区嘛 怀声国校 是 现在校长大概介绍一下 现在中山区大概什么地方啊 它其实刚好位在我们中山区 跟大安区的交界处 那各位可能没有来过怀声国小 是 不过你们可能有到捷运中校复兴站 搭过捷运 那这样就距离我们学校500公尺 那如果你有到过台北市东区的 SOGO百货的话 那也是距离我们学校500公尺 那假如你有开车经过市民大道 安东街口的话 距离我们学校只有5公尺 所以就是在市民大道 跟敦化南路那个交叉口 对 安东街交叉口 安东街 OK 所以只要去逛街的人 都会经过他们学校附近就是 是 是的 所以校长下班就只能去搜狗逛街吗 下了班我会在学校里面 陪小朋友们玩 这地点好好 对啊 所以大概帮我们介绍一下 怀声国小有几班啊 是不是很大的国小 我觉得在那一区 土地如果很大的话 应该就很有 很值钱 对 我们怀声国小啊 确实是寸土寸金 那我们怀声国小 目前是普通班有12班 那总共有250位学生 12班 那是很迷你的学校啊 不会很大 它是一个非常小而美 小而温馨的学校 所以一个年级大概只有两班 是 是吗 对 刚好两班 真的很可爱的学校 现在台北是有两 就是只有两班学校应该不多 其实也还 也还不算少 算普遍啊 对 也不算少 对 之前我们访问一些学校 就是讲出来就是很大 就是讲了 好像学校就是 横过来横过去 也有个好几百人以上 六七百人以上 不过不同的学校 有不同的特色 所以今天正式来 跟我们听众朋友们 分享的一个好 不过我刚刚现在在看 我们 我们怀声国小的 可能是因为真的是 小朋友人数不多 所以我们再呼叫一下 怀声国小的家长 校友小朋友 打电话进来 我们的婚姻专政是 83693398 83693398 打电话进来 跟我们还有跟校长聊聊天 那校长再问一下 我们怀声国小 既然只有12个班级 对不对 现在小朋友都很流行 有什么课外活动 社团什么的 那我们学校的这社团 可以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吗 我们怀声国小的社团 其实动静皆宜 我们在动的方面 小朋友很喜欢的 蚂蚁上述的扯铃 我们的各项球类 桌球 篮球 或者是我们的 我们有些小朋友 很喜欢的叫做综合体能 因为他们就是综合 所有的体能类的活动都有 那另外呢 我们也有在静的部分 我们也有作纹的部分 那也有一些像英文啊 这些其实我们都有这样的 还有科学做实验的社团 所以刚刚校长说 那个作纹指的是 也有做专门 俊练写作的社团 对 专门 他是在课后的时候 那我们邀请了 在作文部分非常资深的老师 那也曾经在 《贵日报》任教过 那专门为我们的孩子 设计适合我们孩子 程度的课程 希望孩子可以循序渐进 因为想说小朋友本来就已经很怕作文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社团对他们来讲 应该有相当的 不晓得是好 就是说有没有吸引力呢 还是说小朋友就 有些可能很想去 有些可能就不太想去 因为要写作文 不晓得小朋友一开始的时候 是什么想法 但是呢 我自己在旁边看的时候 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像第一堂课 老师就请孩子们用眼睛看 用耳朵听 然后用你身体的五种感官去感受一下 而这个其实就是作文当中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描写 那我们的小朋友们其实在第一堂课结束后 他们就觉得 哇 好不一样哦 其实作文没有这么严肃的 对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也是很有趣 因为我比较少听到说社团里面还有写作文社 要是我妈妈 我在读怀生国小 我妈妈一定会叫我去参加作文社 为什么 因为写作文很重要 以后考试啊 什么都要 又是社团又免费的 所以我妈妈一定会叫我去参加这个作文社 嗯 好 我们现在呢 线上有吴长虹 吴长虹你在吗 吴童大 你好 你是 你好 你要不要自我介绍一下 你是几年几班的呀 你跟校长说 我是五年中班二号的吴长虹 他是我们学校五年中班很可爱的一个孩子 校长记得他 校长知道耶 对 他还有参加闽南语的之前闽南语的演说比赛啊 然后还有 是哦 对对对 那校长你形容一下吴长虹长什么样子 吴长虹他就是个小帅哥啊 然后 小帅哥 嗯 声音就跟他的名字一样很红亮 而且他在讲话的时候很有感染力 好 那我们来 曹宏 校长说你在他过这个闽南语的演说比赛对不对 对 来 讲两句给我们听听看 我知道我知道 曹宏 用闽南语来形容 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 我的台语实在太差 跟我们说你的样子 所以你先用台语来形容一下校长长长什么样子 对 对 您校长生做安装 跟我说一下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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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校長喔 跟一般校長比較不一樣 為什麼 因為一般校長都穿很正式 但是因為一般都是男生的校長 這次的校長是女生 所以比較不一樣 校長突然很緊張 然後看一看自己穿的 校長明明今天就穿得很正式 穿得很漂亮的洋裝 校長不認識 校長應該穿長褲 T恤就來 事實上沒有 請問一下你旁邊有誰 我旁邊有媽媽跟爸爸 這是你 你聽我們節目多久了 第一次聽 之前有聽過幾次 這是你第一次打電話進來對不對 對 我們今天要特別來歡迎 吳昌宏 還有吳昌宏的爸爸 還有吳昌宏的媽媽 歡迎 我們歡迎五年中班 二號 二號 吳昌宏跟他們一家人 剛剛我們節目一開始的時候 有要問了一個問題 我們現在看你知不知道答案 對 說到登陸月球 嫦娥比阿姆斯壯更早到月球上面去 請問呢 嫦娥到月亮上住的是在什麼地方 一 指南宮 二 廣寒宮 三 白金漢宮 四 克里姆林宮 勞aggi 勞aggi 小王井井 一 請坐 蛾 蛾是什麼 蛾是指南宮 不是那個 κatter奇記 işte 廣寒宮 圖 廣寒宮 你確定是2 不是指南宮 不會 好 我們看答案是不是 2 廣寒宮 恭喜 太可愛了 真的很可愛 下次我去指南宮 要看一下有沒有長蛾在裡面 好 你等一下電話不要掛 你可以得到長長棍 精美禮物一份 謝謝你打電話進來 聽見全世界 為了防範校園入侵的事件發生 台北市的教育局就選定了 新亞跟蘭亞兩所國小 要示範智慧型的電子 環護圍梨系統 新亞國小昨天就啟用了 電子圍梨跟紅外線的設施 並且展示成果 學校有模擬的情境 當不明人士攀爬圍梨 進入到校園的時候 就會立即的觸動了警鈴 保全人員在一分鐘之內 就趕到現場 然後瞭解的狀況 隨後這個學入主任跟警察 也都到了現場 並且協助處理入侵的事件 哇 真的非常迅速 趙玉局就表示了 已選定了校園圍梨較低 或者是設置綠梨的三十所國小 包括文化國小在內 就是發生了這個入侵事件的 北投文化國小 在今年底就會完成 智慧型電子防護圍梨系統 每個學校的預算為50萬元 105年將編列2000萬年的預算 再文成40個學校 所以現在越來越高科技來保護小朋友 真的很高科技 因為現在都是學校都是用綠 就是那個綠樹這樣當圍梨 或者是矮圍牆 可是真的沒有辦法把這個歹徒 擋在外面 真的很難 必要保全的來幫助小朋友 這個智慧型號防止入侵事件 真的是很厲害 才一分鐘大家馬上就來了 好了 第二則新聞要是提醒大家一下 就是中央氣象局要告訴大家說 這次中秋節的連續假期三天 台灣北部台中彰化雲林 嘉義 澎湖 金門 馬祖海岸 與赶朝代的河濱 將出現超級大潮 因為這個時候月亮剛好距離地球最近 就會產生特別大的天文大潮 也就是超級大潮的意思 這個超級大潮發生的時候 如果風浪較大 赶朝代可能會發生淹水 所以如果大家趟家要出去玩的話 要特別留意安全 休息不要在那些地方釣魚 好 我們看看明天的天氣了 歡迎回到我們的九點搶搶棍 我們今天進行的是校園特工隊的單元 在我們現場的是台北市中山區淮申國校的 彭惠宇 彭校長 耶 校長好 剛剛其實我們在節目前一段聊到說 淮申國小這個校民的來源 我們馬上就有一個非常熱心的趙先生打電話來 他說其實我們剛剛講到這個陳淮申烈士 我們剛剛有講到一些二戰 或者是將軍的字眼 那趙先生很好心打電話來跟我們更正說 其實這個陳淮申烈士 他是架了這個偵察機到去偵察的時候 不幸被擊落而成為一個烈士 所以他並不是將軍 所以在這邊特別跟各位聽眾朋友們 跟正一下 也謝謝趙先生的指正 好 我們剛剛聊到了這個淮申國小 這個小朋友 那我們在那個剛剛接了一個五年中班 很可愛 二號 對 我們的現場又有一個小朋友打電話進來了 他可能也不是小朋友 我們直接看好了 我們看林佳榮 林同學你好 哈囉 哈囉 你好 校長好 佳榮好 校長認識佳榮嗎 認識佳榮是今年的畢業生 現在是七年級 對 七年級 現在不叫國一就是七年級 而且他是我們今年市長獎的一個得主 佳榮你也太棒了吧 沒有啦 要怎麼樣得到這個 校長 怎麼講 市長獎 要怎麼得到市長獎 就成績好一點 就是要多看書 然後上課就要認真一點 好啦 再次勉勵各位懷信國家的同學們 只要上課努力認真就可以得到市長獎 沒錯 佳榮很客氣 我想要幫他補充一下 其實佳榮他是一個非常大量閱讀的孩子 而且他從小他的媽媽就陪伴他 就是不管是閱讀啦 功課啦 然後各項的展演啊 活動 所以其實佳榮在做每一件事的時候 其實都非常非常的認真 那他是一個很棒的孩子 太好了 昨天我們節目才提到 親子共讀的重要性 所以各位如果沒有聽到我們昨天節目 也可以上網再聽聽看我們的 隨省學聽的這個內容 所以讓這個爸爸媽媽跟小孩子一起讀書 真的可以培養小孩子很好的 所以就可以 佳榮就會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有爸爸媽媽跟他一起共讀 對 有媽媽一起共讀 你看 可以得到市長獎 還不容易耶 那你有什麼話要跟校長說啊 教室姐要到 想要做校長教室姐快樂 還有裝車姐快樂 好貼心喔 謝謝佳榮 那在這邊我也祝福我們全台灣所有的老師們 教室姐快樂 中秋節快樂 真的很甜耶 佳榮 那你覺得你是校友嘛 那你更是可以告訴我們 你覺得這個學校對你來說 你印象最深的是什麼地方 或者是說最什麼什麼 你最喜歡哪裡 其實我覺得學校最棒的地方就是他比較小 然後每個老師其實對學生們都很好 然後像我們今年畢業 我們這一屆畢業生是有就是畢業音樂劇 那就我們的音樂老師還有美朗老師跟很多老師都搬倒 大家都在幫我們這樣 就是覺得很開心 因為這個音樂劇會是我們國小最棒的回憶 哇 好厲害耶 有些緣姐都是在做這個戲劇的 所以你們音樂劇在演什麼 就摩迪的改編版 是喔 那你有唱嗎 我是男主角 就是反串 太好了 來唱兩句 剛剛我們已經表演那個台語演講 現在換你來表演這個音樂劇了 來 我們來用 剛好現在 因為佳榮你是今天第一次打電話進來 對不對 對 好我們就用熱烈的掌聲歡迎林佳榮同學 歡迎歡迎 六點歡迎 佳榮也在這個掌聲中提起帶來美妙的歌聲 歡迎 快點掌聲快點結束了 快點加油佳榮 快來 那我唱 隨便唱兩句沒關係 佳榮她其實是演王子 對 因為王子的歌比較少 我可以唱公主的嗎 沒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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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當然啦 嗯 很棒 我的母親也只好 擁有黑暗魔力 每天只想掙拳隔離 要比我會低於 我再營隔離 我愛我沐沐夜之後 我愛我沐夜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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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不願跟他走 我心想往世間光明 这就是应验的一句成语了 不明则以一鸣惊人 这太厉害了 谢谢 就是可以由此可知 真的怀仙国小小朋友 最多才多艺 真的是 真的很厉害 艺文其实是我们学校的 一个很大的特色 那像这一首 我现在不可以透露他的名字 那就是 他其实是改编至莫扎特的 一个一部歌剧 那我们的孩子们 他其实是自编自导自演 自己利用美劳课 还有音乐课制作道具 那他结合黑光剧 直笛乌克利利钢琴 还有歌剧 各种音乐跟美劳的元素 都在里面 所以卡斯非常的强 他是我们今年度 所有毕业生 共同合作的一个大戏 太棒了 好 我们刚刚 时间的关系 我们等一下再请校长 来跟我们介绍 这么精彩的东西 欢迎回到我们的酒吧新闻台 现在进行的是 亲密日记的单元 我们今天是来访问中山区 淮生国小的彭惠仪校长 我们有非常多热情的小朋友 在线上打 可是我们时间真的是来不及了 太早时间了 所以没有关系 没打进来的小朋友 不用紧张 等一下校长会出私房题 然后会在我们的官方的 粉丝团上出现在FB上 然后有点解跟九哥 还有校长合照的照片 大家可以在那里写答案 我们赶快来接一下 这些幸运可以打电话 进来的小朋友 我们来接一下张佳安同学 张同学你好 九哥 甜姐 你们好 佳安是个大男生 佳安你是几年级啊 七年级 你也是七年级 刚刚前面是男主角 我是第二男主角 我还要想说 你不会说你是女主角 把我吓一跳 你是第二男主角 因为时间关系 没办法再叫他唱歌了 我先来问一下佳安好了 佳安你的今天心情如何 很不错啊 为什么 就是平常的一天 平常的一天 七年级 好 那等一下待会听 我们先来听听 那个校长要出私房题 看你会不会听了以后 心情更好 可是你听了千万不要先说 不能说答案 所以我们请校长来出一个题目 好 各位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 校长想要请问你们的是 今年毕业班 自编 自导 自演 轰动演出的音乐剧 剧名是什么 哇 这个你一定会 对不对 佳安 千万不能说 千万不能说 我还知道第一男主角 跟第二男主角的名字 今天真的太开心 而且还第一男主角 第二男主角 通通都打电话进来 好 所以知道答案的同学呢 你们有几个方法可以回答 OK 一个方法是 上我们脸书的官方粉丝团 看到我们三个人的合照之后呢 把你答案留在下面 记得要留下你的班级的 赶紧你的名字 好不好 然后呢 然后或者你也可以传真 把答案传真进来 我们的传真电话是 83692598 83692598 没错 也记得把答案跟你的姓名 跟联络方式都要写下来 然后明天听听看 你有没有得奖哦 好 所以最后我们还剩下 一点点的时间啊 然后让校长跟佳安 来共同的聊一聊 嗯 校长 你还有什么话要跟 怀生国小的小朋友说 好 佳安啊 他其实是一个 好棒好棒的 已经算是大男生了哦 那很想要告诉佳安的 还有我们所有怀生的孩子是 校长很喜欢看你们 在操场上面认真的玩 在课堂上面 很认真的上课 不管你现在是几年级 人在哪里 校长都希望我们怀生的孩子 都能够在你自己的舞台上面 一切的事情都认真 那校长祝福大家 太棒了 我们也谢谢校长 大家晚安 拜拜 哎呀 快十点了 大朋友小朋友 是不是上床睡觉了 可是我奶奶 还早呢 哦 还早哦 那你们想做什么呢 听故事 对 对 听故事啊 从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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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怎么又是从前 对啊 又是从前 哎 故事不一样嘛 可是开始当然都是 从前 从前 大雄星与小雄星 你在晚上会抬头看看天上的星星吗 真女星 猎户座 男十字星 这每颗星星和星座啊 都有一个属于他自己的传说 今天 说个大雄星座和小雄星座的故事给你听 在希腊神话里面呢 月亮女神雅提密斯 就是我们一般说的 罗马神话里的戴安娜 这月神雅提密斯啊 他有一个美丽又温柔的女仆 叫什么呢 叫加利斯特 就背那个天性风流的天神啊 宙斯给看上了 哎呀 这个宙斯啊 就千方百计去追这个加利斯特 常常背着这个天后 就是他这个老婆啊 赫拉去看加利斯特 终于 在送了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朵的纯白雪花 在云端用彩虾写出加利斯特的名字 还有两场精彩的流行语之后 加利斯特成为宙斯的情人 不久 两人也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儿子 取名就叫做阿尔克斯 可是很不幸的这件事情 马上就传到了天后啊 就是宙斯的老婆 那赫拉她的耳朵了 什么 宙斯竟然和加利斯特生了个儿子 哼 我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 这嫉妒又愤怒的赫拉 偷偷地将美丽的加利斯特 叮 变成一只母熊 哈哈哈哈 看你这个样子 还有谁会喜欢你呀 哈哈哈哈 就变成大熊的加利斯特 怕吓到他的儿子吗 就逃啊逃就逃到森林里面去了 就没有跟自己的儿子住在一起了 慢慢慢慢 时间过去了 阿尔克斯长大了 他不只长得帅呀 他个性勇敢 而且呢 他贱呢 射得非常好啊 有一天 阿尔克斯去打猎 走进了森林 他的母亲就是加利斯特 看见好久不见的儿子好高兴啊 就跑过来了 他忘记他自己是只熊啊 他伸出双手 跑过去想抱抱他心爱的儿子 这根本不知道的怎么回事的 阿尔克斯啊 看见母熊朝他跑过来 以为是大熊啊 兽性大发 想要伤害他 他一害怕 就对他射了一箭 哎呀 这母熊啊 中箭了 受了重伤倒地 这个时候 天神 宙斯发现了 他觉得啊 这样不好 他就把这个母熊救回来了 而且呢 把阿尔克斯也变成小熊 两个呢 一起放在天上 让母子在天上团圆 这就是有名的大熊星座 和小熊星座的由来 传说中 当宙斯啊 将它们放到天上的时候 还是抓到它们尾巴 甩上天的 所以呢 这是为什么天上这两只熊 有着比一般的熊 还要长的尾巴的原因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